我今天给你们看一个公寒 徐老师 但是这个公寒呢 却某种程度上是一件私事 但是它现在成了公共的话题 这个话题可聊的方面非常多 我先给你看啊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因为啊 有一个孕妇死了 死在北一三院 然后呢 这个网上就传出了 其实就是他们这份公寒呢 引起轩然大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发出来的 说北一三院 我院某某同志因这个怀孕啊 进入产科住院 11月1月11号凌晨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无效 当日上午抢救 无效离世 然后就说啊 这位女同志啊 是我所的青年科技骨干 有贡献 我们很伤心 望贵院本着尊重生命 实事求是的原则 对她离世的原因 做出公正透明详实的调查 给一份真实完整的结论 给一个明白公正合理的交代 好 那么还有相对的这个北一三院 这是北一三院 当时这个据说是据说发生医闹的这个环境啊 听说这两天他们在换门呢 换什么啊 这个我们没有亲身去调查 你再看下边 这是一个数字 全国医疗纠纷案件 十年间翻倍 妇产科呈高危科室 你看啊 全国法院受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数量 2014年是19940 怎么这么少啊 看来大部分的没受理是吗 然后呢 这个你就看下边 你看2013年北京市医疗纠纷啊 高发的科室 妇产科 最高了 16.5%都发生在妇产科 骨科是第二 14.7% 这个浦外科是9.6% 就阿宝那个烧伤就这个地方 是吧 北一三院吗 不是 这是浦外科吗 他不是烧烧伤的这个医生 对 然后呢 咱们必须有另一方面的表态 就是北一三院院方表示 这个杨女士 就是死的这个孕妇 杨女士身亡之后 家属数十人聚集并滞留北一三院 产科病房 大声喧哗辱骂打杂物品 追打医务人员 严重扰乱正常医疗秩序 对其他孕产妇生命安全造成威胁 经上级主管部门及各级公安机关介入 死者家属离开产科病房 医院工作秩序 得以恢复 而他们在常微博当中的表述 说是什么 死者家属曾经跟院方人员发生两次冲突 一月十三号 家属在求见组织一生无果的情况下 跟医务人员发生冲突 但是当天只有七八位亲属在场 且双方都报了警 一月十四号 家属全都离开产科病房 网上有传 五十人的医闹 占领打杂北一三院产科的消息 记者注意到 并不是来自医院的官方说法 而是网络的帖子 也就是说 人家家属这一方也就是说了 说我们砸了医院 拿出视频来 对吧 好像不承认 就说据他丈夫说 当时他就是听见外面有人说话不礼貌 他追出去想让那个人道歉 对他岳父岳母什么道歉 反正就是这么一起事件 轩然大波 现在就没有视频 没有真相 很多的事情就是 就死无对症 但现在就真的只能等视频出来 说OK 如果在医闹这件事情上面 是不是这个家属有责任 但是这个产妇到底为什么会死 医院也要给方 也是要给说法 我觉得 这太专业了 说是什么这个孕妇啊 本身就有什么高血压 还有一种病叫先兆子贤 你听说过吗 没有 我个人没有 我估计应该就像台湾的 就是台湾的说法是 应该就是那什么高血压尿毒 就是产妇的高血压 认成尿毒症 就是高血压孕妇 或者是高龄产妇 比较容易有的病发症 其实对妈妈非常的危险 就是说这个情况啊 很罕见 发生了之后 多大年纪了 服事生的话 他说青年 三十多岁 三十多岁有可能 就是说 你看 我现在说的就是说 我觉得有个最不负责任的说法 就是说这个先兆子贤 这个病很神秘 就是孩子跟妈不适应 就是不对付 所以这么一种问题 但是要有这种问题 据说又打什么硫酸美 一种合理的用这个药 但是这个药又会引起什么副作用 然后他家属讲 就是那天凌晨 觉得这个患者可能不对了 找医生 又是咱们通常听到的这个故事 很长时间 说医生都没来 一直到天亮了 才来再抢救 已经晚了 死了 但是呢 北一三院这边 感觉也挺理直气壮 就说这事 不能这么说我们 我们的完全是合规的 他们给我们闹 各之一词 反正现在这个事也报警了 还有北京卫计委都介入 就说发 就说这个东西 我们要防止医闹 不能这个医闹 然后呢 甚至就是说 他的这个死因到底是什么 还得是专家意见 还有人提出一个叫 主动脉加层 对 也有人说是这个样子 所以才造成他死亡 什么意思 主动脉 加层 据说这个也是一种 这个高致死的这么一种 一种问题 但是这个主动脉加层 跟医院的这个 这个就算太专业了 我们不能懂了 所以说我们的任务 不是评价这个事情 对吧 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这算是公家吧 公家给一个医院 为了自己的员工 发公函 这个问题是个什么性质 我觉得他 不是他的上级嘛 他是一个 平级的一个 一个一个单位 发一封这样的信 好像也不能算是太大的 应该说是没啥用 但是也不能说是他太大的错 要是他是他的上级 就是能管住他的 比方说朝阳区公安局 或者诸如此类 或者北京卫生局这样 他是他的上级 如果因为一个个人的事情 给他发 那就带一种指令性 叫红头文件 你现在是一个单位嘛 一个单位呢 不是 徐老师 你这事我觉得有意思的 太出声了 不是 不是 让人们觉得诧异的 就是这个红色的印章 红色的印章 在我国是什么性质 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你比方说 要是我们凤凰卫视 有一个员工出现这种情况 那这个民办企业 还是怎么就是说 那这个凤凰卫视 如果给一个医院发个函 对 我认为这个完全正常 甚至是关心员工的这个表现 不过凤凰卫视不会发 不会发一封信给养和医院 说我们的著名主播 邓文涛最近咳嗽 凤凰卫视做的更多 凤凰卫视刘长乐老板 亲自到医院去看望刘海若 专门为他请来北京的 那个凌峰大夫 包括最近我们那个谁怎么样 山灵怎么样 最近很好 走路什么的都还要恢复 讲话也都非常的好 因为我就看过他很多次了 是吧 你和凤凰卫视很关心 这个就非常正常 那我们大学里是没那么好 我们生病 我们学校里的人 知都不知道 OK你继续 你是不是准备组织个学生 要医闹吗 要医闹一下 对对对 发动我的学生 笑闹 他是笑闹 他是笑闹 但是我说这个意思 大家觉得觉得有点好玩的地方 是什么了 这个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和北一三院 这个好像给我们的感觉 平均的 他同属于一个政府 好像是 你明白吗 你明白这意思吗 就我给你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说 这个中国是一个军事化的国家 比如说就是军管的国家 那么这个是不是有点类似于什么 这个国防科工委 给北京军区卫数司令部 发了个喊 说我们这有一个 死在你那 有个上校 在你那死了 因为你看 他们的老板 就不管千流万贺 他们共同的老板 是党和政府 这是中国老百姓的认知 你明白吗 我就说你如果是个民营企业 给他发个喊 这很正常 但是大家 这就说这公对公 你们公家门里的人 怎么掐起来了 你明白吗 而在过去 我们认为公家门里的事情 是应该不外扬的 对吗 当然这次他们也是说 说我们没外扬 谁把他泄露出去 谁传到网上的 我们是内部发了一个函 但是其实虽然说 就是如果我以家属的角度 或者是说我以一个员工 会来看的话 其实我觉得 中科院发这个公喊 或者说发一个平行的喊过去 也没有指责的意味 没有什么 因为我觉得因为 他们自己也就来做说明 他说我们发这个公喊 并不是说我们指责他们 而是说第一 在发生事故之后 他所工作待会儿 我必须要给他一定的抚恤 我总是要知道 他发生什么事 我来能知道抚恤 事情发生之后 北一三月并没有发出任何说 病理调查或什么的 所以我们就发这个公喊 希望他可以告诉我们 到底发生什么事 第二呢 他们有协调作用 因为家属的情绪比较激动 也不知道怎么样 他们是希望有一个协调 也是对员工的一个关心 就像刘昌乐去医院 看你们是一样的效果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评级的性 我觉得这里边级别蛮有关系 它是一个锁 要是它是中科院名义 发这封信 就有点奇怪 要是国务院办公厅发了一个 我办公厅的某秘书 生孩子死在你们医院 那希望你们调查真相 那实际的情况呢 这封信我们也看不到 那个三院早就乖乖的掉了 但是那才是不对的 那才是不对的 就是说你这个红头文件啊 老百姓把它都看作政府的文件 这个是一个极致误解 如果评级呢 我觉得就好像你刚 用你刚才的比方 大家都是一个军的 一个师的 你工兵连的一个人受伤了 我炮兵连的人来问候一下 对不对 其实这个没什么事 他主要是啊 那你觉得 韦杰你天天报新闻 为什么这个事闹得那么大呢 其实我觉得是 这个红头文件 发本身没有问题 但他的修辞有点问题 他说说这个死掉的孕妇 是我中心之骨干人员 所以我们必须 我们培养他 或什么什么什么 这么多心理说 我们要讨公告 公道 但是呢 其他人想说 所以我如果今天 我不是骨干人员 或我不是国家优秀人才 是不是我今天 就不会有这个 讨公道的机会呢 网友有时候 是这个感觉 你倒是发现这一点 是啊 因为他有特别使用 他是骨干员工来的 所以你在哪个公司 也得好好干 要不然死了都没人问 这腐虚肉问题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我也怎么样 人生意最高要 Ganze 我现在经常觉得 就说这个聊新闻 新闻评论 其实都是虚头巴脑的 因为这个新闻的评论 好像不必跟新闻本身的真相有关系 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意义 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指桑马怀 借题发挥 你看就是说这个事情的真相 我刚才讲了 我们说都说不懂 那就只能是权威 有人说应该中国有有公信力的 第三方的鉴定机构等等 那是另一个问题 但是我关心的是你们聊什么 你知道我再跟你说一聊的 朋友圈里发出了一个署名陈兰的文章 这名显然是个女的 我必须说 我不同意她的观点 但是她就是说 你看她怎么聊 她说中科院这个事 大家都知道了 先来这么一句 知道了什么也不管 然后说 母亲都有过一次危急生命的孕产史了 他们曾经过往五年四次怀孕 然后你看她的陈兰的解读 医生明确告知不能再怀孕了 但是医生建议不能劝阻 这个女子肩负的怀孕使命 看看她婆家的生育历史就知道 她丈夫上面有三个姐姐 一个多么典型的 不生儿子会死的星球的天外来客 她丈夫写的求助信里 深情款款的呼唤道 你走了 谁来每天给我做早饭 她丈夫还自述 她在医院重病 疼得死去活来 连打了11个电话 她居然都没接到 直到她打了家里坐机 她才醒来赶去医院 点点根伤心的蜡烛之前 我先讲一个 先照子贤和外国男权癌的故事 就是说这个男权癌 男主角不可避免的 都是男权癌 男权癌 男权癌 只是重视自己的权力 位置和荣誉 对女性的要求 就是牺牲牲牲 无条件的牺牲 然后就说 反正她大概的意思 她讲了一个当年 写荆棘鸟的小说里边的一个故事 她的意思就是说 21世纪了 北京的东方男权癌 还在妈妈怀里搂脖子打滚 私混呢 是吧 什么忙着和自己的未婚妻掰扯 房子该写谁的名字 家用是不是一人一半 怀孕了 要不要去做性别选择的B超 生孩子时该保大人 还是该保孩子 男权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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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她的意思 这是一个非逼着一个 不适合怀孕的女人 要生个儿子的 你不觉得她就写的感觉 她就在旁边你知道她感觉她陪伴着 她走走过了四次的怀孕啊 没错 没错 我说 有类似的经历 我 你比她还准 是吧 这有什么神的 所以我就说 我跟这徐老师说的一样 就是说 我为什么不能接受 这陈岚女士这种说法 因为作为一个受过新闻训练的人来说 我认为你在缺乏了解人家家庭内情的情况下 这样的指摘 特别是人家家里已经有死去的这个人 这个事实 这是现在典型的微博的这种文章的这种写法 有三情 有一点事实 三情 她还算好了 她最后没有提出来 早知道应该去这家医院 后面还广告结议是吧 但是我就说 就像刚才我说 我要做分割 就她讲的事情 我不认为是对这件事情有什么关联 是什么严肃的评论 但是她讲的这个观点 确实我们社会中 很多人的一个冲突 你觉得现在台湾还有吗 就是说婆婆就追着 要生孩子 要生儿子 我觉得真的没有 我觉得这个在台湾真的也还好 第一台湾生育率非常的低 然后再者是说 就是生不生小孩 现在变成是 它是一个选择题 而不是一个一定要做的事情 就是你选择你 你对你的生活负责 你决定要 或者是说在我这一辈的女孩子里面 我们至少接受教育 就是说你有能力你生 你不想生的话 那OK 你们两口子好好过生活 我觉得也挺好的 我过去也这样认为 但我现在改变看法了 因为中国是太大的 它不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而且中国的浮原辽阔 这个民族又这么这么多 你想想像一个欧洲一样 你只要想想欧洲不同的国家 我们是讲过东欧 北欧 西欧 每个国家的文化 有多大的差异 你现在中国 现在什么样的情况都有 就是有的可以是什么丁克 对不对 有的同性恋都可以接受 有的我接触的 我身边的有很多朋友 就是没有小孩 他们过得也很好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主动选择 还是被迫承受 但是夫妻就一直过下去 很好 一点都没有问题 但是也有 真的也有 也不少 就是女的有很大的压力 要生儿子 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 几代 儿子就是在先 就是说有家里的父母 不管有钱没钱 其实也没太多的钱 但是就这个没太多的钱 一定要留给儿子 就是男女的这种分别 在中国我觉得 有人说前现代 现代后现代并存 我觉得是真的 还不能用时间来干过 但是就是说 确实网络上对他老公 有这样的一些批评 就是当然 我老觉得这种事 关起门来的事情 你这么随便说 人家这方面的 至少是不了解情况的 或者是不够了解 就是他老公 他的回应 就是说什么 是他以前 这个他跟这个医院的冲突 以前医院赔过他四十多万 不过上次不是妇科 是儿科 也是好像是早产吧 怎么说 对他们知道之前 是做了试管婴儿 然后生出来孩子有问题 然后反正就是医生建议 他们说这个孩子就不要了 所以当时好像是 原本是要四十多万 后来好像赔了二十多万 那还去这家医院 你就说有意思了 然后 那他老公就讲 就是说这个 生孩子是孕妇本人 不光是我的意愿 也是我们俩共同的意愿 尽管有危险 这个也是有的 对 你看那去年有个新闻 我觉得也挺感动的 河南有一个主持 女主持人 你记得 还是我们平行 明明就是 就是不适合怀孕 最后就是选择孩子活下来 我可以为了我孩子死 对 你觉得这个思想正确吗 说实话 我因为我没有当妈妈 我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 但我相信很多的妈妈 可能在当下都是这样选择 就觉得这是一个生命的延续 毕竟孩子是在妈妈肚子里面 长大陪伴这么久的时间 就是说让他选择的话 他宁可牺牲自己 就是说你说你今天说 OK你死还是我活 就是他很难觉得 他永远都会有一个记忆点 说我那个 我因为我求我自己活下来 所以我牺牲了小孩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在吧 我这么问你 韦杰 比如说 比如说 我是这个这个妇产科 豆豆豆豆大夫 是豆大夫您说 我说你这个有这个高血压 还有什么什么闲的 对吧 你要生了50%的可能 你的命都没了 那么你还怀吗 但是你跟你的老公没有孩子 我对我就问我真的一点不准 原因是因为我 我是一个那种 我觉得还有没有小孩都是缘分 如果真的没有那个缘分 什么叫有没有 这是你的生命 对 50% 但是接下去有50%的危险 会影响到你的生命 你继续不继续 那我可能不会耶 因为说实话 你看如果今天我只有50%的几率 去生下来 但他不有保证说这孩子会健康 他只有说你有办法把他生下来 他没有办法保证 孩子肯定健康 豆大夫保证 就是你会死 你怎么办 其实50%了 你根本想都不用想了 你老公就应该替你毁掉了 问题是如果这20% 老公说太好了 刚才把孩子生了 我想换老婆 那怎么办 不不不 不对不可以 比例的关键 比较犹豫矛盾的比例是20% 比方说这个问题 比方说你现在怀孕了 但是你有一个病 这个病有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的可能 会危害你的生命 危害你的生命 这事情要不要继续 这个时候 我觉得你做妈妈 又已经骨肉在身了 是会有矛盾 50%是不用考虑了 我如果是老公的话 不要说20% 10% 我都不会让我老婆 去冒这个风险 然后我就不太想要孩子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总觉得这种事情 我先查一下 所以我觉得女人还是伟大 刚才咱们就说的 10% 男的就说绝不能死 对吧 就冒险 我跟他说50% 韦杰还犹豫呢 你想 但我后来在这个广告时间 我思考一下 如果今天真的是说 就生完小孩 我可能会 那我可能会从开始怀孕 帮我物色新妈妈 就物色一个可以照顾小孩 还要伟大 不然的话 你看你小孩生出来 老公可能也不会照顾 那小孩不是很可怜吗 我真是有一个偏见 我的偏见就是 我好像感觉女的比男的不怕死 而我觉得是 可能我们就是见血见的比较多 就感觉比较大胆一点 女的受苦的机会多 对 受苦的机会多 男的 直男癌了吧 直男癌了吧 男的吧 受苦的机会少 所以稍微受点苦啊 受不了 然后呢 女的呢 她受苦机会多 她叫的机会也多 就哭啊 发泄啊 她的 情绪释放 喷出去的机会也多 男的没地方去 所以男的呢 一旦出事情 我打针 我打针的时候 叫的也厉害啊 这 叫谁不会啊 这 对不对 女的身体受苦的机会多 男的心灵受苦的机会多 但是你看 现在就说 今天进入一个各种观念 都并列的一个时代 我发现网上很多人就在说 就说 某些人 你还是就直男癌 什么传宗接代啊 如果老婆的身体不太合适 对吧 是管什么婴儿不行吗 收养不行吗 代孕不行吗 干嘛 就是还非得是你那个 就是说这位评论者 这叫直男癌细胞 直男癌细胞 说到底 还是一个中西文化的冲突 对一个男的来说 是小孩重要 还是你太太重要 这个是个最根本的问题 在中国的传统里面 小孩比你的太太更重要 对不对 兄弟手足女人是一三 你的子孙是你的传宗接代 这是你的人生使命 那我再给你抬个杠 是肚子里的小孩和妈妈谁重要 好像很容易决定 对吧 但是呢 如果是你八岁的孩子和妈妈 面临了只能活一个的选择 这个你就没有选择的权利了 这个不应该由你选择了 那谁啊 因为掉在睡 自己游住了 妈妈会直接 这个你不能由你来选择了 这个要给你选择 那就是不人道了 因为这是两个活生生的人 都是你的亲人 而且可能也要看 比如说你说是小baby 还是说他是胚胎 比如说你是怀孕 什么时候发现这件事情 我觉得心情上 可能也是不一样 但是我们刚才讲的是 在你决定 要不要生育的时候 你是觉得你的小孩重要 还是你的 因为在 如果在基督教的眼光看来 一男一女是构成这个世界 你在这里损害了 你将来就难听点 难的 你就上不了天堂了 你得下地狱了 你做了这样的选择以后 你将来就永远下地狱了 好 韦杰 我再问你 今天难死 很难 好 就怀孕了 但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但是说你这孩子 所以我用不了 豆医生又来了 豆医生来 豆医生一片乌云就过来了 豆医生说 我要换门诊 发给医生行吗 儿科副科都是豆医生管的 豆医生说 生还是可以生出来 想学逢藏啊 豆医生啊 就说会 他就是先天性心脏病 你这孩子 一生出来 就是一辈子的先天性心脏病 而且很严重 恐怕啊 活不过十几岁 有这个很大概率 好 这时候怎么想到 好难哦 要还是不要 如果他还是个胚胎 我可能不要 原因是我不想要 他生出来就开始吃苦 他又有办法 没有享受 从小baby到童年到什么 他可能童敌一辈子 都是在医院里面打针 看到的都是医生护士 他没有正常的生活 那我不要 那我不要 你就是在带他 带一个生命做决定 我见过老外的一个纪录片 一对夫妻真可以啊 孩子刚生出来 小baby就动手术 给他换心呢 好像就是也是心脏 有严重的气质性问题 当时就医生告诉他们 就是你们要还是不要 夫妻俩都觉得 我们就是你说这种基督教这种 说我们没有权利 去裁判一个生命 如果天主教是连打台都不行 都不可以 避孕都不可以 天主教他这套观念 所以他这样规定到彻底 你也也好了 你不会人讲实在啊 这玩意能睁个眼说瞎话吗 给这孩子一个怎样的医生啊 谢谢大家